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 没什么能力 三个呢 我不说了 怎么了 说来说去啊 好像就是你心思的 其实我对这件事啊 不是太在意的 你想想 父亲这么大半年纪了 忙了大半辈子 早就该歇歇了 对吧 你才不懂呢 听我哥哥说啊 有权就是有钱 没有权了 谁还会理你呢 你说是不是啊 这是俗人之见 我才不这么想呢 哟 生气了 生气我就走了 谁要你说 我和我哥哥是俗人的 谁说了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刚说完就不认账了 我是说那些 看中权和钱的人 才是俗人 再说了 我怎么有胆量 说总长的妹妹呢 哼 妈 累了 没有 我想出去走走 去哪儿啊 只是随便出去转一转 你呀 一天不出去就憋得慌了 去吧 哎 我怎么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 能把你的车让一下吗 我的纸压在你的车下面了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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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顶帽子呢 什么帽子 跟这个衣服颜色一样的帽子 绿帽子 对啊 在哪儿啊 您自个儿放哪儿的 您想一想 我自个儿想得起来 还要找你干嘛呀 对 那我帮您去找 去去去 别别别 我想起来了 我知道在哪儿 大嫂 大嫂 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我现在要找我那顶 墨绿色的帽子 在那儿吗 你年纪轻轻的 别胡说 找什么绿帽子呀 现在戴这个颜色的帽子的人 多着呢 多你就也得戴一顶吗 你这话有点 没茬找茬啊 是你自己说错话的 你干嘛怪我找茬啊 行了 我走了 你呀 就是这样的 老是丢三落四的 可是等到急用的时候 要到处乱抓 你这个样子 就得有个小媳妇管着你 我看你对小莲挺好的 要不我去跟母亲说一声 让她去伺候你吧 开什么玩笑啊 别已经长成人了 别开玩笑 怎么 你还怕她不乐意啊 我一直把当妹妹看 行了 我不跟你啰嗦了 老七 你去哪儿呢 把帽子 小莲 过来 什么事啊 我叫你过来 你竟敢不来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干嘛这个样子 我是说 你这件砍尖很漂亮 漂亮什么呀 这是六小姐给我的 都是两三年前实行的东西了 快成老古董了 不过你穿上真的很合身呢 你来呀 就是说这个吗 不是 我来呀 是想告诉你 你们家大少奶奶跟我说了 让你过去伺候我 知道吗 不信啊 不信啊 健儿 可把你盼回来了 父亲 母亲 健儿 虽然不能像你父亲那样带兵打仗 可总是考了个进士回来 没给柳家的祖宗丢脸呢 江儿考的这个不叫进士 那叫学士 学士 进士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快进屋 好 好 七少爷 你干嘛老是笑咪咪的看着我 也不说话 好 对 对 因为你好看呗 小心 待会让你的白小姐听到了 你可该挨打喽 艳希 你今儿是怎么了 不是坐在这儿发呆 就是在这儿傻乐 就是吗 是你把我们大大约出来的 到现在又不说话 都快把人给闷死了 呦 你还闷啊 改变你要是做了和尚 你就知道什么叫闷了 和尚这辈子我是没法当了 要当也只有当尼姑了 要是尼姑都像你这么漂亮 我就把家给搬到尼姑庙里住去 这不是尼姑庙 是尼姑庵 不都一样吗 艳希 干嘛去 到身上看尼姑去 你不是开玩笑吗 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 你非要到尼姑庵去看什么尼姑去 我说的话什么时候变过呢 就会把你与她的屁股 还说到尼姑庙里住 那些地方 我看得到尼姑庙里住 你都会和你一样 你怎么着急 我说是什么时候走 我看得到尼姑庙里住 我看得到尼姑庙里住 你不着急 我看得到尼姑庙里住 你不着急 我看得到尼姑庙里住 我看得到尼姑庙里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秋儿 把头抬起来 看着佛祖 累死我了 爬不动了 爬不动了 你说你 就不能虔诚点吗 还不够虔诚啊 你怎么排过这么高的坡 其实我也走不动 我现在走走走走 你们怎么堵到啊 关系怎么 什么事啊你怎么这么麻烦啊 我就说这事怎么了 我累了怎么着 你们爱走不走 先生 请让一下 我们要走不去 是你吗 是你吗 帮你呀 你别跑了 你怎么MAN 这事儿 你穿ี头 还以后 鼾这事儿 是两边 trois deber晚 父亲 母亲 姨娘 给你们请安了 父亲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还走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不回来 你们便可以随便胡闹下去 成何体统 哪儿啊 我们今天盼你还盼不来呢 行了 一回来就给脸色 要叫孩子们都怕你不成啊 你爸爸是不放心 回来看看 明日啊 还得回香山呢 瞧瞧你这一脸疲倦样 没精打采的 怎么 受欺负了 谁敢欺负我呀 我只是碰上仙女了 这越说越不像话了 哪儿能遇见仙女啊 北交尼官呢 你去了尼古安了 你真的去了尼古安 这称何体统 一个堂堂金家少爷 没事跑到尼古安里去 这要传出去 金家的颜面何在 这孩子 要想去拜佛啊 应该去寺庙里 尼古安那是女子们去的地方 得了 你原来不知道 现在姨娘告诉你 下次就别再去了啊 还是个孩子 总也长不大 她都快二十岁了 还不如没力 整天到处胡闹 也不去上学 上次教你读的几本书 你读得怎么样了 都念了 父亲 那现在背给我听听 背 你还可以 背怎么背得出来啊 书那么长 要我背 我只能背书名 读书如果不背书 那读书有何用啊 你现在既然不愿意到学校里去 那么以后就再加背书 如果再出去胡闹 加法伺候 是 父亲 七爷 您让我找的人呐 我找来了 让他们进来 是 给七爷请安 免了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们来吗 听七爷吩咐 听金融说你们是什么便衣巡警 所以办这点事应该是很容易的 帮我找个人 七爷吩咐的事 那是一定要照办的 不过这个人年纪有多大 七爷还能不能提供一些其他的情况 我们也好去 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 你都听清楚了啊 凡是收大辫子的 一律不许放过 都是给我登机 是 是 快 快大辫子 快快快 你干什么 跟我走一趟 爷 是这个吗 跟我走一趟 你干什么 走 跟我走 爷 你看那辫子 你是谁 跟我走一趟 你干什么 爷 您看是这个吗 去 我们爸北京的大街小巷 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去了 我们现在查到的 初遍子的姑娘有六千三百四十七位 十岁以下的一共是一千一百零一位 十到十五岁的有一千三百一十二位 剩下的就是十五岁到二十岁的 二十一二的我们也找了几位 随便都输了遍子 但都嫁人了 拿我说笑是吧 找那一长不大的小妹妹干什么 可千万别忘了 把我的八妹也算上啊 八小姐是一定不能算上去的 如果想找八小姐的话 我们也用不着大张旗鼓的 上大街上去找了 现在找的小姐 七爷要不要看一看 我们不知道 七爷想看的是哪一位小姐 你这宠货 你让我怎么找 挨家挨护长 给我挨家挨护长 大药别的进来了 香烟 羊火 香烟 羊火 辫子 辫子 七爷 我这满脑子都是辫子 七爷 刚才咱们看的景间 都不是您要找的人呐 我们已经查找了 南塔寺一带 大小七十二条街巷 七爷 您看 你甭废物 是 七爷骂得有理 七爷 七爷 六点有火 在前面这个花店给我停下来 哎 七爷 前面那间马上就要到了 改天再去 我要买花 你们先回去吧 七爷 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们在这等您吧 我说的话什么时候变过 是 七爷 起闻先生 您想要点什么花啊 啊 随便看看 好的 随意 谢谢 您 这 还 您 爹 您 您 爹 您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受了一点风寒 吃点药 休息两天就好了 多谢大夫 给大夫备车 是 太太 靳荣 你们这些下人的差是怎么当的 好好的少爷怎么就会染上风寒了呢 是 太太 告辞了 谢谢啊 烟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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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妈 咱们走吧 我不就是生病一点点吗 你干嘛哭成那样 你干嘛哭成那样 还不是因为你 你还在担心你吗 我累了 想一个人待会儿 你走吧 好 好 我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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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姐 这是怎么了 怎么哭得跟着泪人似的 他欺负我 谁敢欺负我们七少奶奶呀 谁是七少奶奶 你现在不是江来总是吧 谁要嫁给他了 他总欺负我 原来是老七欺负你呀 走 找他算账去 现在别去了 他正病着呢 刚才还说人家欺负你 现在又心疼了不是 是 姐 姐 姐 该吃药了 你还在这干什么 吓我一跳 姐 太太吩咐过了 让我伺候您身边 不让离开 你存心让我不睡觉是不是 出去 七爷 太太已经吩咐过了 不让你开车 是 七爷 我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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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太太 金总理过寿 孩子们都来了吧 我们家四姑娘跟她丈夫在日本 没来得及回来 怎么没见到贵府的七少爷 七少爷到 父亲 孩儿给父亲大人拜授了 起来吧 拿来 拿来拿什么来啊 你父亲的受礼啊 我已经送了 你送给我什么了 父亲 我得一片孝心呢 对于你们这些有钱人来说 除了这个 我还能送什么呢 你呀 还不如八妹呢 人家多少还送了一碗长寿面呢 呦 长寿面 多大碗长寿面啊 这么大碗吗 这么俗气 你还不如我呢 除了嘴甜以外 你连俗气都没有 因为我穷啊 父亲 我穷得只剩下对您的一片孝心了 看你诚意有余的样子 免了吧 谢谢父亲 爸爸 不公平 走 你好 你好 好像我从来没跟你见过面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柳春江 是柳云飞的儿子 哦 柳次长的公子 还在国外读书吗 不 我已经毕业回国了 哦 家父常常夸奖你的 哪里哪里 还是要跟燕西兄学习才是 看来今天客人们还都挺满意的 伯母请用 哦 谢谢 不用客气 秀珠姑娘想得真周到 哥哥呢 怎么没见她呀 我哥哥说她从布里 直接到府上来 老七真是有眼力 找到白秀珠这样一个乖巧的女孩 表姐你又取笑我了 老七呢 她刚才还在的 老爷是最喜欢她了 说像她年轻的时候 一准有出息 金老爷和您调教出来的 还会有错吗 瞧她这档小嘴儿 说好多甜呢 抓紧她 伯母放心 我们很好 我们好疼她 金老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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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逼总统下野 南方来势汹汹 步步紧逼啊 频频来电 逼总统退位 现在燃眉之急是 总统逆重组内阁 启用几个新党人物 方可挽回大局 不言兄 你我跟随总统多年 安前马后干苦一共 若总统认为必要 我金泉可以随时下野 老实不愧是 总统的心腹知己啊 依我之见 此事须从长计议 你我不妨领先退出 以保住总统大位 若你我退出 能保总统大位 自恒在所不惜 这么晚了老爷子还不回来 这一朝天子一朝臣呢 要是总统下了台 那老爷子总理还能登下去吗 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这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各方自谋出路吧 二嫂说的是 那百姓怎么过的咱就怎么过 反正饿不死就是了 你们说这些话也太早了吧 也许爸爸根本就没有事情 就你们在这儿瞎操心 喝过羊墨水的人 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 感情 妩媚有的是积蓄 不愁吃不愁穿的 找哪门子急呀 三嫂 我招你惹你了 你干嘛说话句句带刺 干嘛挖苦人呢 我说什么了 妩媚 这怎么就把大乔姐给得罪了 得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抄抄 都少说两句 再抄的官员又将大改组了 各房在衙门都没有职务 唯独老七和八妹还没有着落 其实这几年时局那么不稳定 甭说总统频频地更换 但总理这位子三年换了五个 咱爸也是第五个了吧 所以我觉得不做总理也挺好的 就让咱爸引咎辞职 总比别人催他下台光彩多了 省心呀 胡说 不当总理 你去喝西北风啊 你爸这次看来 是抖不过这场大劫了 您放心 到哪个山头咱唱哪支歌 咱们家还不至于戒不开锅吧 爸爸非等闲之辈 哪能那么容易被别人打败 你们想的也太多了 妈 您就别担心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 凤菊啊 都这么晚了 你爸还没回来 你是不是出去打听打听啊 好的 母亲 我这就去 我们一起去吧 妈 我也一块儿去吧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宴夕留下来陪我 你们哥几个一块儿去 互相之间还有个商量 好 走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你啊 你还是回去吧 子恒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的道理 不用我这负到人家多奖 但是你想啊 眼下军阀混战 内乱不断 总统朝不保夕 金家又受总统厚恩 官聚极品 如今 总统在危难之中 理应极尽全力报效 怎么隐居山中呢 隐居 我是自有苦衷 他既然不念旧情 往复何必自作多情 依我之见 总统在领你赴贤 是为了从长计营 急需力量 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啊 子恒 你可要三思啊 果真如此 倒也无妨 但政绩的事 非你所说的那么简单 官场上争权夺利 你死我活 得了 全当我做一次 替罪杨罢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我就随你 谢甲归田 代图清净 真是 知福莫若期啊 我是担心 这样下去 金家如何为止 几个儿子 又不成棋 这一天 替官员 你 mitad 我是冲淇业的 你asaki 1980 需 automate 小姐 君格 哎 indicates 吓了你了 寅于你 knew initially 吓了你了 particle 你坐 打听出什么来了 那个姑娘姓冷 冷什么 冷 冷 冷 想啊 冷 反正我打听出来了 她在人人女中上学 人人女中啊 人人女中 嗯 笨蛋 那是人得女中 对 人得女中 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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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不能进 走 走 走 快点 好了 这位先生 请问您贵姓 您找谁 我是谁 有那么重要吗 那是当然 不过 我们这是女子学校啊 对啊 我就是来找个女学生 她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了还用找吗 这就不好办了 我们这儿有 好几百学生的 您找我怎么找啊 那容易啊 那就一个一个地找 我就不幸找不着 就是她 哥 您到底对我的终身大事 是怎么考虑的 你和燕西的事怎么样了 很好啊 从金泉目前的处境来看 你们的事 再等等吧 可是 金总理正处在危难当中 哥哥理应帮忙啊 更何况 若不是金总理的提拔 哪有哥哥今日啊 终归这是国家大事 是政治 和你们的婚姻是两码事 我不懂政治 但是我知道 做人一定要有良知啊 不能无情无义 你也来教训我 整天就知道玩乐 花钱 那照你这样说 我是一个整天只知道 吃喝玩乐的寄生虫了 我是个多余的人 那我走好了 你看 又耍小孩子脾气了 我花的是你的钱吗 白家的产业 是你一个人的吗 你这话说的 我们白家的产业 都归你总行了吧 我怕误了你的终身 金家的忙 我是要帮的 再说金泉和总统的关系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他目前只是暂时停职 独独反对派的嘴而已 我看 很快他还要官复原职的 那要是总理他付不了职呢 那你们的事就 就怎么样 就再等等 为什么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